内地的PMI数据出来了 3月份官方制造业和非制造业的PMI 都是差过预期的 都是跌入收缩区间的 因为疫情等的因素 就影响到内地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 国家统计的公布 3月份内地的制造业PMI是49.5 原先预期是49.8 市场预期 所以就低过这个数 非制造业的PMI是48.4 都是低过预期的50.3 制造业PMI和非制造业PMI 和综合PMI 三大指数其实都是低过50 就是降至临界点以下 表明内地经济 其实那个总体的景气水平 是有所回落的 那刚刚有个最新的数据出来 也留言一下 究竟对于大家来说 会不会都担心内地的经济 受到疫情的影响 我想也是 包括了从现在指数的表现 我想对于未来内地经济 有一点点隐忧 那短期来说的话 其实看到那个疫情 那个情况还是相对比较严重一点的 前期包括了深圳就要封城了 那现在上海那方面 其实疫情还是处于一个相对比较严重一点的情况 那所以对于居民也好 或者对于一些生产发展也好 我想都是造成一定的困扰 那除此之外 其实疫情相对可能还是短暂一点 那反而原先市场都担心 房地产的情况 会不会是令到内地整个经济出现一个比较大放缓的最主要的因素 那这个也是值得大家去留意的 那所以在一个房地产放缓的因素 再叠加上一个疫情的冲击之下 我想市场对于今年内地经济数据 不多不少都有个隐忧在 那所以见到数据出来之后 就是对于港股的走势来说 都带来了一个比较明显一点的压力 那我自己预期 就是前期在两会当中 内地是将今年的经济 就是撤在5.5%附近的增长 那我相信也有机会可以去完成到这个任务 但是真的要留意 究竟疫情的持续性是去到什么时候 那当然希望随着时间上慢慢 开始进入到一个下跪 或者比较暖一点的情况 看看内地的疫情 会不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改善的情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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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